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有一会儿 它就将会被再次冻成钢材的样子 天雷第一是 它修炼的时候会有火焰在体内燃烧 现在修炼成功了 继续运转功法 那种燃烧感确实已经急速下降 若是等那燃烧感消失 它将会和钢材那对男女修饰一模一样 莫无忌不敢有半分迟疑 赶紧将两朵冰花连着半尺长的根茎一起采摘了下来 转身迅速冲上了冰阶 半炷香后 莫无忌喘着气再次站到了原来的大殿之中 他心有余悸地看了看那通往下方的冰阶 这次差点死在了这下面 莫无忌肯定下面的好东西不止这两朱无量断魂青 说不定还有更好的东西 可惜的是 它不敢继续留在下面了 手中的两朱冰花带着清凉气息 拿在手里就让人神清气爽 舒畅无比 莫无忌肯定 哪怕这不是无量断魂青 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莫无忌拿出了两个长方形玉盒 小心把两朱无量断魂青放在了玉盒里头 然后将玉盒收进了储物袋内 差点动死在下面 他也非一无所获 至少天雷七世的第一世 他修炼会了 不过也许他学会的不是真正的天雷七世 毕竟那图是残破的 部分行功脉络走向不清楚 看也看不清楚 那些看不清楚的部分 他自己按照不朽凡人诀的方式来理解操作的 无论如何 至少他现在可以控制雷光功绩了 一想到这儿 莫无忌元气运转 打出竖刀手绝 抬手就是拍了下去 六七道元气被他轰出来 然后在他周围幻化成雷光炸开 可惜的是 这天雷七世的第一世并不好看 他轰出去的时候 没有雷弧 只有元力 元力是在他轰出去之后才炸裂成雷光 而非他轰出去的就是雷光 这样虽然少了些震撼的美感 让人觉得不伦不类 但是貌似能起到出奇不易的效果 莫无忌又一次迅速捏了数道手绝 这次他不是轰出六七道元力 而是将元力聚集在了一起 轰的一声 一道比之前强烈数倍的雷光在他身前两张的地方炸开 坚硬的地面被他一下子炸出了一团雷花来 也许附着在地面上的冰渣更是被炸得四分无裂 莫无忌很是满意的看了看自己的手 虽然他的天雷七世第一世不好看 但却很实用 前提条件是 他不能把这雷光分散了 一旦分散 威力就会聚减 天雷七世的第一世叫做雷洛满地 他这个肯定和雷洛满地有些不同 不如就叫凭空惊雷 这名字可比雷洛满地来的气派 一个天一个地自然不同 莫无忌自嗨了一番后 这才恋恋不舍看了眼身后的冰街 这地方有好东西啊 可惜的是他只能干灯岩 赶紧离开冰店 留在这儿真是冷得苟呛 莫无忌迅速来到了石门边 他还担心石门没有钥匙孔 他不能出去 毕竟来的时候比较紧急 他没有来得及去观察 莫无忌显然多虑了 石门的钥匙孔非常明显 和外面的一一模一样 莫无忌这才放心地取出了钥匙 在他要将钥匙塞进钥匙孔的瞬间 外面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轰鸣震动 不好 又有人来这儿了 听这声音肯定是在攻击石门 莫无忌没有敢开门 他站在门边听了好一会儿 外面的攻击不但没有减弱 反而是越来越强 莫无忌不敢继续留在门边 他小心地一直退到了大殿的一个僻僵角落里 这才停了下来 此刻他在祈祷着石门千万不要被打开 一旦石门被打开 这大殿就这么大 他迟早会被人找到 足足一个时辰过去 石门位置的轰鸣之声还在不断地传过来 不过石门纹丝不动 根本没有任何被打开的迹象 莫无忌放下心来 他这才感觉到了寒冷 这上面虽然比兵阶下好太多 可是时间长了 他也受不了啊 莫无忌赶紧取出了一堆地品灵石 放在了身子下面 同时又取出了撞神丹 他准备利用修炼的手段来抵抗严寒 修炼不朽凡人诀 不能抵抗兵阶下的严寒 但抵挡上面的寒冷还是可行的 他现在开辟出了七十二条脉络 修炼到唾脉九层估计就到顶了 最多让他修炼到唾脉九层圆满 等到唾脉九层圆满之时 先不用急着冲击助灵镜 沈莲说过 若是能把唾脉镜修到第十层 那在脱凡九层的时候就有机会冲击人极镜 他有开脉药液 自然想要冲击人极镜了 若是后续的开脉药液无法配置出来 他修炼不到唾脉十层 那他再选择冲击助灵镜也不迟 等他修炼到唾脉九层圆满 没有办法冲击到唾脉十层 那他就继续修炼神念 正因为如此 墨无忌才同时取出了灵石和撞神丹 墨无忌一旦开始修炼 四周的灵气就被他不断卷过来 浓郁的灵气在墨无忌周身不断流转 体内真远骨荡 直接把周围的冰寒取出在外 这里面的灵气本来就浓郁 加上墨无忌又取出了一堆灵石 他的修为是蹭蹭往上涨 仅仅三天的时间 他就修炼到了唾脉九层圆满 正如墨无忌所料 他无法冲击唾脉十层 吞下壁骨丹之后 墨无忌继续用撞神丹修炼神念 到了这个时候 墨无忌自然知道神念是个好东西 这次若不是他比别人多了神念 他就和普通铺脉九层的修饰 没有任何的区别了 更不要说能进来拿到无量断魂精 时间在墨无忌的修炼中渐渐流逝 最初的时候 墨无忌还担心石门被人轰开 到了后面 墨无忌一心沉浸在了神念修炼之中 至于石门的事情 早就被他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墨无忌感觉到自己的神念到了一个极致 然后突然爆棚开来 似乎又进寄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此时墨无忌才突然睁开眼睛 神念横扫 比之前强大数倍的神念力量 瞬间扫遍了整个大厅的每个角落 强大的感觉 让墨无忌恨不能找个助灵境的强者来试试手 看看他和助灵境的修饰到底相差几何 在他的心底有一种自信 现在就算是面对助灵境初期的修饰 他拥有如此强大的神念力量 也有一战之可能 墨无忌长嘘一声站了起来 还没等他查看余下的丹药 他的神念忽然停了下来 他看见了一片繁复的纹路 这纹路他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 想起来 就是那个手环上有这种纹路 当初他发现手环可以指示方向的时候 还特意用神念渗透进去查看了一番 手环里面的纹路 似乎也是这种类似的东西 这里的纹路很是详尽 甚至还有一些文字解释 墨无忌收回神石 他决定去检查一下石门 然后再去看看那些纹路 石门现在没有动静 说明没有被打开 拿出来的一瓶壁骨丹还剩下五枚 一瓶壁骨丹十八颗 按照每两天一颗计算 墨无忌这才发现 自己留在这里面快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至于壮神丹也被吃得差不多 两瓶壮神丹只剩下了一颗 收起丹药和剩下的零食 墨无忌特意走到了石门边上听了听 在确认没有任何人在外面攻击的时候 这才转身走向了那刻着纹路的大殿角落 到了近前 墨无忌的神念看得更加清楚 这似乎不是石壁 而是一种类似金属链制成的墙壁 墙壁上密密麻麻刻满了自己 不但有字 还有各种各样的纹路和一些图形 这些东西足足刻了半边的墙壁 墨无忌走到了最开始的位置 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 小鸡条 想要用区区冰垫锁住你楚星子爷爷 你是猪脑随长大 脖得太狠了吧你 等你爷爷去把这破垫打开 然后再来告诉你这小鸡条 爷爷是怎么走的 小鸡条 你是从那女人肚皮上学了点东西吧 不错 困住你爷爷一天了 不过爷爷我也要告诉你这渣子一件事情 那个女人 被老子睡得都吐了 看到这儿 墨无忌眼前勾画出了一个唾沫横飞 破口大骂的形象 一会儿老子一会儿爷爷 表达了这叫楚星子的心里头的极度愤怒 墨无忌呵呵一笑 这楚星子可真没有高手风范 不是说高手说话都很含蓄的吗 这楚星子怎么好似借头流氓对骂一样 半分顾忌都没有 不错 那个女人的确把肚子里的东西全都交给你了 虽然这女人身上的一切都是爷爷给的 但爷爷还是很不爽 居然困住爷爷一个月了 这女人烂话 就是你将老子教你的东西都交给那小鸡条又如何 困住老子十年难道还能困住你爷爷一辈子不成 小鸡条你为了学爷爷的阵道连那种贱货也在一起 哼跪下来叫一声爷爷爷爷亲自交给你 好叫得好爷爷今天就将阵道传给你这小鸡条 比那贱货交给你的要强一万倍都不值 莫无忌心里有些沉 他似乎看见了楚星子被困在这儿 从破口大骂到最后绝望的井井 看到这最后一行字 显然楚星子因为愤怒 连神志都有些不轻了 真很简单 我布置一个阵就好像做个笼子 有活的有死的还有不死不活的 看爷爷的阵文 这第一道阵文就叫起阵文 只有最好的起阵文才能布置出最好的大阵 莫无忌一路看下去 越看越惊喜 楚星子对阵道的阐述通俗易懂 根本没有什么知乎者也的悬傲文字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